只怕记者曝光 不怕警察执法 针对这一点 人民网有一篇评论 他就说到警察和这些涉谎场所的经营人员 应该就像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样 如果猫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能不能完全抓老鼠 那这些经营人员自然而然就会肆无忌惮 所以管事服务到底是管不住 还是根本没人管 这是一个问题